我拿著蟲子拿著台心 LNG這一把 完全跟第一場是截然不同 這邊有絕對的主動權耶 這邊他們又換線換過來了 而且這裡因極常攻照到一者的時候來不及了 所以這裡如果WPG要再換過來 他的節奏一樣還是慢的 對 他又是慢的 是 這樣子再多換個幾次 就會有線路上等級的落差了 這種等級的落差 但接下來每一個團戰都會有影響 欸 這一波是有機會 竹女可以先把握 精準彈幕要斷回家斷大囉 喔 這樣這波竹女就有機會動龍喔 因為他們的下路節奏是快的 上路也先到位 然後竹女已經到下半步了 就看一下要不要這個節奏加速 不然就是繼續刷啦 把自己的竹女刷到6 因為你等下就中路去甩個QR 有中牙寧接1R 其實小虎應該就倒了 這打的就是時間差 對 時間差攻擊打WPG 現在永遠慢別人一步 這兵線你就是一定會 要永遠接我推進來的線嘛 你沒有主動推線的能力 因為你在推的時候 我其實都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這裡 玩偶還要來抓人 粉眼在那 呃 他們 我確定是不是在等燒眼啦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就是蹲蹲看對方過來放眼的那一派 他們要抓了 對 這裡就直接動 蟲跟龍 全要落在RG的手中 下路線是進去的 而且是 還有砲車撥對面不好親 然後中路 只要Scout 給到資訊 應該是有給到資訊 小虎沒模啦 所以這個龍就可以直接動 沒錯 哇 這局 WBG 這個防守 時間要拉得更長一點了 哎呦 抓到囉 哎呦 有機會喔 有機會喔 要打嗎 轉起來 先運過霸覺 封命斬砍到 他的 木馬一 木難一隻咒有 空到頭 是後面的外在打包要殺 等回去 有了 不過Scout的分靈體後 再回到 自己身上之後 自家的達也倒在了地上 呃 因為這把阿姆 他要 他應該是走征服者 然後要處理安鎖 因為有一些選手他會帶來列地衝擊 去扛對方第一波爆發 但應該是為了 呃 因為WBG陣容他的 這個 續戰能力比較弱 所以他選擇這個 比較有持續戰鬥能力的出動 但就比較軟 所以對方 其實雅妮就是ER過去砍一刀 雖然被卡仗帝帶走 但後面就被賈克斯收掉 哇 同時大絕 Lide是還沒有閃現的 利用雷雷娜拖時間 再只會躲這兩次劍 同時 CRISMA 只找了對面的行 讓這波Lide得以存活 甚至還有機會多點你幾下 哇 這波用操作挽救自己的下路危機 這個勾到應該是到了 因為雷歐娜接Q 然後配豬女的E 應該是可以殺 哎呦 哇 這下路要完美的配合 才能免於一次的死亡啊 哇 這最終 打WBG靠操作救回了 機會 好像敲他耶 他有雙B 大阿姆在右邊哦 是 這波 這卡應該也知道 怪怪的 但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WBG他整體來說就很被動 因為他現在沒有限權 然後對方一直在進攻的情況 他只能防守 就會 打得有點防守綁叫了 是 來看一下 哇 這波打WBG 哦 又換 又來了 線又交換了 回合又開始了 一分鐘虛空又醜 那應該 WBG要跟著換 但這波換過來 要看他們要不要去接團耶 因為現在他們的中下線路的 兵線都輸太多了 所以這個團很難 先踩到好位置 不錯 這線又被推 不得已TP得交 對 而且這樣賈克斯還可以先動 所以這個重團WBG也不好打 我一直有很自暴的 這把前期的 一開始一等的狀況 讓自己CS稍有落後 但對線問題跟 小武碰撞 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沒事 我覺得 雅寧 這隻角色就是 你只要對線 不要輸得太多 就還是無敵了 沒錯 現在發育對於WBG來說 剩下就是唯一的重點 沒有其他事情能做了 這場WBG 必須得 永遠卡在自己家的塔下 MG倒是很開心 資源全拿 這把 接下來祈禱著小龍的 這個屬性 是屬於他們喜歡的 這場比賽應該在整體勝率上 應該是超過五成 其實我覺得他們只要把這個 蟲再繼續控好 他們等下打邊的優勢 就可以瞬間擴大 的很快 對 你看右邊 瑞納達6等啦 敢踩過來嗎 因為阿姆也有大 他們就是有 建設性團戰的機會 只是能不能踩進來 是一個問題 沒錯 喔 敢踩 敢踩 輔助等級差 有打出效果來的 大兵劍起手嗎 他面對的是一個伊特瑞爾 好像不敢耶 因為賈克斯又先動了 因為賈克斯也是推卡上地線的 萊特 萊特 看一下他的 這個魔法水晶劍有沒有 有沒有魔法 沒有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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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ic 沒有 沒有沒有 這邊 喔 想抓偷懶的人喔 偷懶的人嗎 喔 想抓偷懶的人 天道重啟 一個兵劍 打到的是史瓦尼 被兵劍控制死 反身微微給一個大隊 等於這隊後 閃現過來 想開團隊 他才沒開到 LNG 靠著飛天求果飛天了 哇 好穩喔 知道那裡有可能蹲人啦 就是穩扎穩打 還騙出一個大決 那回去陣隊 那主動權又一樣是在LNG這邊呢 是 連還拿個T T跟大都沒了 艾希沒大 其實LNG很清楚 就是他知道自己的輔助 是有一等這個大決的落差的 所以他也選擇就是 都不要打 不給機會 對 因為在那個窄口 阿姆跟瑞娜打那個 兩個大決太強了 而且連奧洛拉都TB過來 這波沒碰起來 好 這就是LNG 還是在節奏上面很賺 他現在六重啦 他等一下就是邊線 如果找到機會 那個塔敲一敲 經濟就是可以再拉開了 這護角是給他掉 去使用對面一百二十五塊 就給你賺 這邊 感覺是不是可以試著把 有些隊伍現在就會把 像LNG他可以把雙人線直接擺中 然後讓邊線 兩個線 能夠拿到這個塔前最大花 但他們選擇就是上下換過來 我來看一下 經濟 茲卡跟嘎啦 品星Light雖然跟在後面 但剩下全是LNG的人 在比賽小火 中路的血量打出優勢 還是這個龍團要WBG要碰一下 現在只輸到一千四啦 他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 兵線要能夠先擠出去 位置才好 他們比較好打團 那這一波以目前的位置來看 我看這邊又要回手下 哇 那這樣永遠都是被推的呢 這樣龍團怎麼打 也只能再放 哦 又放是不是 只能再放 又要放 那還是下一把想一下 燃發怎麼選 哇 你看這裡六重開推啦 你不 就你一直放 你永遠都是 你可以說 你的天 卡我要 卡我要了 你節奏都跟著對方的屁股走 你一定是劣勢的啊 呼吸 呼吸 哇 沒辦法 呼不了吸啊 對面J卡推了塔就走啦 沒跟你要溝通的意思 這波三項又拿個700塊 下波又感覺對線喘不過氣來 這個壓制力已經打出來 同時 下一步如果是一個4打4的陣隊 然後PG沒有先站好位置 沒有事也是不行的 但這裡想嘗試看看 阿夢不走過來了塔整 開開看嗎 塔整來了 大兵劍騎手嗎 海山 怎麼有辦法 歐羅拉在繞 歐羅拉在繞 跟林勾神嗎 沒有是閃線先開的行 搭招後面的威威想要殺塔整 塔整開出了大絕 但就他們刷了過去 最後一滴血的情況下 喔 活起來 活了下來 在殘血的狀況並不是說很好 這狀態並不舒服 至高的指責進場 分別斬效果沒有很好 分身的情況下 狙追 抓Light 有人在偷吃樓 這最後這傷害效果並沒有說 打出最好的效果 等一下 咖喇衝上去開始 將拳頭一個個拿下 另外一邊是殘血的情況下 塔整 重擊 沒有將小龍給中下 還有最後傷害有補足 不過自己的狀態也非常殘 哪裡還能 追追看喔 阿夢沒斬 還在走位 想不想給對面勾 我有塔整勾 怎麼沒鳥 怎麼沒有鳥 怎麼辦 現在只能往上再走 走位開始躲招 好 留下來囉 過來 一個普攻 兩個普攻 我現在就不要給你助攻了 哇 這個咖喇 單人想了這300塊的金錢 這一波我覺得 WBG打的就蠻好的 就是反正 他這個組合就是可攻可守嘛 那他只要主動開 瑞娜達這裡2E收購 就充分發揮到效果了 其實第一時間考著 他是沒有辦法過來 直接1R打 輸出的 其實就已經成功拖到 而且塔整這邊打 要再站起來 可以補點坦度跟輸出 所以第一波的交火 其實WBG是一個零換2 那後續我覺得 這裡打的就有點散啦 就是有點 WBG就是各在做各的事情 有人在逃跑 然後有人在打 有人在吃龍 所以最後 雖然他們是一個 4打2 但後續還是有被對方 換掉一些人頭 雖然小龍是守了下來 但看一下對手 這華麗的人頭狀態 一則兩顆 賈克斯也兩顆頭 主要現在是這個賈克斯 有點恐怖 因為你現在哪條邊 來打都擋不住他 他下一劍 如果補個突破天際 他就是看到誰 就直接敲盪去打 好WBG 還想過來看一下 都跟在了 LNG的屁股後面走 這波沒辦法 他們這個大絕陣容 要大家都有打 阿姆還沒有大 所以要等一下 不夠大看起來 是沒辦法打的 沒有大是不行的 這邊就只能拖 然後等到有大之後 就再看 萊特可不可以用大絕 就是抽獎看看 反正開到誰 就是大家OE那個人 是 哇這局 打WBG 以為自己可能在 有阿姆加上 歐拉的左上 說不定可以有一些 在對面吃龍師的主動拳 剛剛趴一聲 LNG直接衝到去開戰了 讓這波團戰 打WBG 就拿到龍了 但對面這個發育拉起來 真的就像這個地方提到 邊線已經是無敵了 就他們只要有頭就好了 因為你拖到後面 主邊也還是比較強 這個賈克斯 感覺擋不住了 擋不住了 而且現在又贏一個TPX 這個其實等下在 可能壓塔給一些 側邊的壓力的時候 WBG要守這中塔就很難了 沒錯 現在也還在一直的疊魔期 所以LNG他完全不著急 是 就是他們還沒使出權力呢 還在等 水滴疊滿 就好還不用啊 現在還沒有到發力期 右邊就 可能要多找機會啦 是 還沒有辦法 還不用 這個OE 這個時間點LNG 再做一波的發力 等下一條 或者是小龍 可是LNG的陣容 得說 都蠻靈活的 你的兩條邊線 包括中路的怡者 其實 對 右方這種開團陣 都不好抓 沒錯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 歐羅拉 其實最怕的AD就是怡者 就是你又是限制不了他 導致這個對局上 優勢也沒有想到這麼大 哇 這裡一個隕落就已經在暴打了 是 就是 跟牙齡現在是真的厲害 真的強 就殞落然後第二劍 你要盾弓或步驢都行 就 你現在就是 單挑就是無敵 哇 這個WPG 永遠是看對面有沒有開團 這裡 航先蹲在這 航不做事 WPG也不能露頭 現在就是史考特 單人跟 Brizz在做單挑 就旁邊看起來很多人其實沒有 大家就是 誰先露頭 誰吃虧 所以大家都不露頭 變成下半部其實還是一對一單挑 但用位置來看 就現在就是LNG 哎唷直接甩 有進化的Light 大概是 籠罩在緩速的範圍 進了塔的微微 知道這家隊友整體傷害殺不掉Light 那也只能先叫一個閃現 就是LNG現在就是一直三線推 他就三線推完之後 只要 扶野 或者是邊線人集中 就可以一直給中壓力 是 所以這個現在就 只能說打WPG 他只能找機會啦 就是對方可能在開的時候 如果第一時間就在旁邊 看能不能嘗試反開 但他們現在就是真的有點 陣容讓他們太被動 他們做不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塔也掉了 應該掉了 因為配六重 這應該是掉了 看可不可以再往下開 左邊抓個機會 他在面對走進來的航式 選擇給他一個繃帶牽引 但左邊打起來了 小五在走過來的同時 面對了芝卡 一波關門 雙戒合一留住 但在競技場裡面 芝卡選擇 跟競技場主的正面對決 一換一 他要是不是打Light 真是啊 是打錯人嗎 站太近啊 打錯人了 哎呀 這人不能貼嘛 貼得太緊了 哦 那 就中塔掉之餘 還被一換一 哇好虧哦 這個賈克斯 真的躺不住啦 所以這一波是交掉了 歐羅拉的大 所以代表這一個小龍團 打OP軍是直接少一個大來打 這個小龍應該右邊是不能打 完全不能碰 對 不能打 我覺得這個龍 你只要少 這個中服也有一個人沒打都不能打 好嗎